说这个人 我将来有机会掌权的话 我一定要修理他要报仇 人家都给你钱了 只是嫌钱太少 你叫报仇 他记账的目的是要报仇用的 不是要答谢 搞错了 那你说为什么要把这个数字 记得这么清楚 刚刚好跟韦翰讲的相反 因为他一个 客问着旁边一个核心的人跟我讲 谈到名单上的某一个捐款人 捐款的金额 让他不满意 太少了 太少了 他跟我的好朋友怎么讲 他的核心人物 我的好朋友 在几个月前讲 说这个人 我将来有机会掌权的话 我一定要修理他要报仇 人家都给你钱了 只是嫌钱太少 你要报仇 他记账的目的是要报仇用的 不是要答谢 搞错了 看哪一个少 他修理人 你知道吗 人家因为这个莫名其妙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这个人我当知道是谁 他第一次捐款远雄的儿子 没去就被修理了 什么意思 第一场不是在横阳路 有一个殭葬大亨的办公室吗 不是七八个人吗 那个也有去 我说赵人雄的儿子也有去 那他就问大家认 随喜认 五十万几跳 他说不行 我支持连胜 我们对不起 你不能支持你 从此怀恨在心好不好 这叫搞死远雄 他是嘛 所以他的登葬的目的是为了报仇 不是为了答谢 他对外讲过很多次 很多人问他 有媒体好像也写过啊 说吴子佳跟他翻脸的原因 是因为我要跟他要一千万 他给我 所以他跟我翻脸 对 全台湾有人相信说 我跟他要一千万吗 他造谣声势啊 你知道吗 他造谣啊 他跟我 他我一辈子都是给他钱的人 对 他会编这个故事出来 所以他有非常怪异的逻辑 跟你不知道嘛 你知道吗 我 但是他没有说 好 要不再跟你讲清楚 你没有跟他要一千万 你还给了他钱 对 就他还这样讲你 他到处讲 他到处讲 因为有人劝他 有人劝过他 说哎呀 这个不止一个人 他旁边的人说 吴董早期都是我们的盟友 你不要跟他吵架了 因为就是好好跟他见个面 大家好一好沟通也算了 他底下的后话 还在这个所谓的媒体上面 直接指控你 就是那些后话 但是他里面有两派人嘛 有一派人跟他建议说 跟我和解 说不要跟我吵架 因为得罪我很可怕嘛 你知道吗 这是不信邪嘛 今天他大概知道了 得罪我很可怕 得罪我的结果就是 我每天会搞他 对不对 任何人得罪我 我都每天搞你 对不对 然后当时他就讲说 不行啊 我们没有钱啊 因为当时他说 哎呦我们有钱 才能跟他交朋友 他要跟我要一千万啊 给我胡说八道啊 对不对 他就这种人啊 他就这种人啊 所以我跟你讲 他会编故事 然后他的逻辑 是让你想象不到的 那我讲的就是 我明明就知道 我当然不能讲 那个人的姓名啊 对 就是有一个人给了他钱 他把那个人 名单上的那个钱的人 他告诉他的部下说 这个人我将来有机会 一定要报仇 一定要给他死 都讲出这种 咬牙切齿当作仇人 他的单仗 其中一个目的是这个目的 宇宙 刚才讲的是 柯文哲之前 曾经跟他讲一个清楚 这个清楚当然是怎么讲的 他说 整个中央党部 缺少可以指挥大局的军师 还有大将 出事以后 就是李文中的问题 但这个人是我任命的 我要自己负责 才不错啊 他讲说 整个事情是从 告了会计师 让整个事情 变得无可收拾 但这个只是政治危机 也就算了 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是这句话 他说 境险总部跟 募可账簿都在调查局 后面还会有事的 我的意思是说 最惨的 还没有开始 那调查局今天出来了 调查局今天查的 就是政治现金 调查局现在查的 就是这些账簿 最惨的开始了吗 宝大哥 靠着脸上 一抹神秘的微笑 消失的时候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从调查局正式进入之后 柯文哲就 再也笑不出来了 真的假的 因为原本检验在那边 胡瞎讲卧瞎讲卧瞎讲卧 他说 土力反正我也没有差 对不对 拜托你土力办不了我 他早就已经预告 他最害怕的是什么嘛 募可 还有靖总 他说我跟你讲 后面最惨的还没开始 结果柯文哲 现在更惨的来了吧 为什么 因为不只是募可 不只是靖总 连什么都进来 新故乡 众望 连你的信托双户 连你的信托 全部都跑出来了 还有说宝刘哥 现在柯文哲 他遇到什么大状况 被检调 应该说调查局 已经逼上了绝路 对 我刚才讲的 现在的账簿都在调局手上 可是之前 为什么阿伯可以老神在在 因为刚时 你可以感觉到整个检调单位 似乎有那种内斗的气氛 这个内斗气氛就是 我要把你调查局撇在外面 我把你调查局撇在外面 我要让这个联政署建立不适其功 搞了半天 这个攻击不起来 搞了半天 账簿看不懂 最后还是要调查局进来 可是这个调查局进来之后 阿伯就完了 因为对柯文哲也言 他一直有一个关键的密码 什么意思 只要金流你查不到 那你休想要办我 今天图立罪办柯文哲能看吗 如果只有找到200万能看吗 当然不行 所以他只要想说 我只要找不到金流 我就可以干嘛 跟你用政治对抗 跟你尬到队嘛 结果没想到调查局 原本是被排除在外 因为我们的法务部长 叫做郑明谦 郑明谦以前叫做廉政署长 所以他当然是给自己人先办再说嘛 对不对 反正我们讲不示其宫 这个是好康的 办到之后 每个都鸡犬生间 结果没有想到 看不懂 真的看不懂吗 当然嘛 因为那时候他们是跟调查局要哦 说你们有的资料 全部缴卸 缴过来 对 那调查局心里想说 我干嘛要给你 乐腾腾的熟菜 我丢一堆生肉给你嘛 所以乱七八糟的资料 汇过去之后 光爬梳 就看不清楚 讲不明白 为什么我敢这样讲 请问一下 那朱雅虎有没有被廉政署 跟我们讲的北柬调过 调过啊 不止一次耶 朱雅虎也不止一次耶 那你要怎么跟社会大众解释说 原本叫你来的时候呢 就放你走拍拍屁股回家 结果呢 直到调查局进来之后 直接给你击压 因为你在很久的时候 你就讲说 你今天整个检调系统 你不可以私心自用 你不可以等于说有门户之鉴 你不可以说 只要复制自己人 你当时就讲说 整个调查局也要进来 结果你当时哭哭哭哭 我还听不懂 现在我就懂了 因为连政署的确 你对公务系统很了解 它包括每个 各位你要知道 各地县市政府 都有什么 阵风处 阵风处上面的长官是谁 就连政署一条边 但不好意思 这个是仅限于 土地层次 公务层次 你可以处理得了 但当今天进入到 所谓的虚拟货币 进入到所谓的国际金流 进入到所谓的账户 进入到所谓的什么 信托账户的时候 你连政署有经验吗 当然没有 但没关系 因为调查局来了 各位 调查局一进来之后 包括我们讲的 众望基金位 包括我们讲的 木可公司 竞权总务 他所有的金流专务 全部都爬出了 清清楚之后 开始了 一个一个调你来 你终于休 清楚 我也叫你来 民众长 代余文 我也叫你来 叫这两个来的目的 为什么 很简单嘛 你到底有没有 所谓虚报的薪资所得 有没有所谓的 两套薪资 然后最后呢 把钱放到私人的口袋 所以当他今天 包括林志良 包括吴梅寿 他在要干嘛 把所有USB名单上 跟柯文哲 有关的政治现金 我一笔一笔爬书 一笔一笔揭露 我要让你整个人 身败名裂 让大家看看 你就是现代的和尚 因为我们讲的 这里面最了解柯文哲 当然就是吴董 吴董曾经讲过 他等于说 他不会说谎的 只是你听不懂 你不懂得 他的话中之意 可是你现在 有的时候 我们再回过头来 每次发生什么事情 你回过头来 去看柯文哲的讲话 都非常精准 他不然不是讲说 整个政治现金案 搞得鸡飞狗跳 那个政治现金案 里面就告了会计师 那个政治现金案的时候 每天搞禁止会 结果越搞越糟 他当中讲说 他说这个只是什么 这只是手忙脚乱 很乱 只是手忙脚乱 只是显介之急 没什么了不起 真正了不起是 调查局手上的仗册了 对 他的意思说 你不要只看总统专务 他说总统专务 对我们整个案件来讲 算小条的 为什么 了不起打死总统 都干嘛 就洗钱嘛 对不对 但其实上 贪污所得跟收贵 跟有一些猫腻跟弊端 会跑到哪里去 就是跑到我们讲的 木可公司 因为木可公司 事实上它是什么 私人公司 所以他是可以 进私人口袋了嘛 所以当你看 今天调查局 锁定的项目 非常清楚 我直接解释给各位听 他说 我现在找的是 基金会认识的员工 比如说戴宇文 之前就是被我们 慧珍姐搞惨了 他现在真的惨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那时候亲口对媒体讲说 没有 我跟各位讲 我只有领一份薪水 我从来没有重复领过 那宝杰哥这时候问题来 如果调查局查到 众望基金会 的确 你有申报薪水 但与此同时 戴宇文在竞选总部 他也有领薪水 在民众党也有领薪水 但是这些薪水 没有进到他的口袋 进哪了 那就叫什么 那你这就是诈领啊 那你就会出问题了嘛 所以会不会 民众党都用 众望基金会这个地方 出了一堆钱 但是在竞选总部 或者是在民众党党部 甚至其他地方 报假账 所以这变成是 检查了一件事情吗 再来第二件事情 你整个北检 为什么说我们要查的是 竞选总部 募科公司 跟他的金流 那代表一件事情哦 这三者难道是没有关联性的吗 是有关联的 对嘛 所以我今天 比如说我从晋联总部 我报的账 我出的账 到你众望基金会 但这个当中 全部都是李文中一个人 坐在位置上 我左手换右手 我这边说我给你三千万 我这边说我收一千万 你哪知道 中间就会有捞空门 甚至做假发票 这是掏空的疑虑嘛 所以最至关重要是谁 当然就会落在李文中身上 如果现在回过头来 马克文哲的话 仔细爬速之后 你看看 这时候 一箱一箱搬出来 都是调局搬的 而且按照我们刚刚讲的 只有他们有能力解读 当然没有错 宝贝哥你看到 一箱一箱一箱的文件跟资料 坦白讲可能都是账册 都是数目 都是金流 都是数字 那可以解读谁 当然调查局 为什么这样讲 你仔细看 他当时他就已经怀离 所谓的李文中跟端木正 跟李文娟 所以他已经很清楚掌握到说 这些人就是柯文哲 金流命脉的关键 我调查局 不落说从那儿 我就是查金流嘛 但是发生什么事情 这时候调查局被缴卸啊 所以相关的 这时候相关的资料 这有这被缴卸 缴卸他没有办法查嘛 就是我拿到这些东西 但是查的全责不在我 所以他只好一股脑丢给连正署 那连正署看到六箱放在地上 想说心里想说这什么东西 光是爬梳整理资料 就看不懂了嘛 所以你看到 直到后来9月3号的时候 北极站又出手了 这个时候已经隔了半个月 结果他马上 连正署之前 有没有约过李文中 有诶 证人来又去来又去 所以他说直接我跟你讲 我班列为被告 被告身份 转为被告了 我就确认你是被告 而且200万交保 所以到后来 包括相关的资料 他记住出来说 发现一件事情 李文中不是重点 李文中指示什么 处理真正下指令的是谁 都是柯文哲啊 因为包括所谓的资料的进度 媒里大汉的100万 甚至食品负责50万 这么小的金额 那人三级 柯文哲都说 你给我调到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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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总统 竞选专户 还有讲的 两个基金会 以及所谓的募科公司 都是由柯文哲下指令嘛 所以到最后 你仔细一看到现在 包括9月29号 最后李文中 朱雅虎都被羁押金件 以及到整个小额捐款 都会被查出来 从头到尾 贯窜死磨的 多一个单位 这个单位就叫做调查局 我们要到大巨蛋 被柯文哲卡了八年 八年台北市浪费了 八年的时间 我们少了一个好的三块 所以就看什么 现在所有的国际 有的明星 国际的演唱团都去哪里 去高雄 没有来台北 就是因为台北没有地方 那现在大巨蛋来了以后 我们这样讲 很多人充满了期待 很多人看了大巨蛋 想台北市 终于有一个好的展览表演的一个场所 可是这时候又来了 后来我们看到了台北市员耿卫 他就去拍了一些照片 导播我们先看照片 这是大巨蛋的所谓的招待所 也就是他的所谓的贵宾室 哇 超漂亮 然后那个超漂亮搞了半天 是他会变成远雄的私人招待所 一般来讲我们用不到的 对 没错 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远雄这个大巨蛋里面的一些 VIP室的这个画面 那为什么这样 事实上我们一般人的确是看不到 因为根据这个耿卫 这个所谓议员的爆料里面来说话 他里面来说有非常多的VIP包厢 VIP包厢里面也共有16个 但是16个里面来说话 16个VIP室 我们目前只能有一个 能够开放给主办单位 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是 这个中华职棒办的 那你就有一个VIP室 那其他15个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这15个目前只是归什么 归这个远雄所持 我今天如果是主办单位 我已经花了很大的钱 来租这个场地 我花了钱 我租了场地 我居然没有VIP室可以使用 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因为耿卫是这样说的 他说前任市府团队跟远雄 签的这个营运合约里面 没有摊及所谓大巨蛋的包厢 驱略的使用方式 也就是说这里面来说 没有讲 没有讲来说的话 那你这单案 你主办单位你也没办法用 所以这边就变成是轮为怎样 轮为可能是远雄自己所有 这我的这些所谓招待是 未来我可以使用 反正这不在营运的合约里面所使用 不是 之前我还觉得李树德被判了这个处理罪 我还觉得好像有点委屈 好像你没有金流 可是后来我看到了一个新闻是说 当时中信不是想要买这个所谓的大巨蛋吗 后来我开了一个什么 300亿的价钱 那个多大的价钱 那是一个很大的价钱 他说没有 现在不要卖你300元 我要卖你500亿 你想想多可怕 那块地是台北的土地 那块地台北的土地 你在马英九的时代里面 你居然签了这个约 你居然就让他去让远雄干 远雄盖这个土地多可怕 我光盖一个大巨蛋 我盖好以后 我这造价需要300亿500亿吗 那我一转手 就是一大笔钱 这中间的利益有多大 所以不是柯文哲很可怕 是马英九更可怕 对 我们跟他讲 实际上这个大巨蛋来说的话 因为最近开始启用 那启用来说的话 原本的这个大巨蛋想要卖 那当时的是估重量 他说我有意愿 那原本开价是 以前前几年都开价300万 300亿 但是开始使用之后 大巨蛋也不错 所以远雄他自己也开始说 那我不要卖300亿 我卖500亿 那500亿来说的话 这个估重量听了吓一跳 我以前买300 你现在要弄500 不是 我觉得最夸张是 这个地是台北的地 这个整地的费用 是台北市民做的 那我们最后 你让远雄盖了一个大巨蛋 你一卖 可以卖到500亿 宝洁我刚才讲 然后那个VIP是都给你用 宝洁这次只有 这个所谓大巨蛋本身 他旁边还有什么 商场鱼怪 保持人 我跟你讲 他旁边商场目前还没有营运 他旁边商场 现在是这个收购标区的 他是亚洲最大的购物中心 他的楼地板面积有6万平 不是 我看到这条新闻 我觉得 李树德你最当业最甘因得 对 那6万平 关起来好了 6万平 保持人 6万平是等于什么 等于是所有新一计划区的 百货公司的总和产品地方 对 事实上我非常好奇 我看一个是大巨蛋 我的成本需要300亿吗 也应该不需要 因为他事实上里面很多东西来说 到很久就已经弄好了 当然他跟你说 这几年的造价变得比较贵 但是应该是不用到那么贵 你看远雄 我们以前曾经因为说 你延宕那么久 你远雄应该有财务危机 结果没有 没有 对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对他来讲 负担不大 我看300亿来说 他至少应该赚了 好几 两百亿是有的 因为他权利金钱很低 什么都很低 当初又不用什么成本 所以你说说你看 这几年让他反的是 他买这块地 你这个当初的远雄认罪 没关系 因为反正赵腾雄就轻罪 对 但是反的是公务员有罪 公务员有罪 他现在目前为止 还这些所谓 坐收这么住的利益 不是 你真的是土地 刚刚讲这块土地 就是台北市的土地 台北市的土地 而且我们刚刚讲 我还帮你负责征收 我还帮你负责整地 这所有东西 我弄得干干净净 我就让你远雄去盖 当时是说 没有人要做啦 没有人要盖啦 所以我就给你更多的好处 我怎么知道 你看我光卖这个巨蛋 我从300亿到500亿 那是多庞大的利益啊 对 没错 我们讲 事实上李树德的问题是说 他把这个权利金 往后往下减嘛 那根据目前为止来说 我们算的这个方式来说 他把他获得这个大巨蛋 开始营运了50年之后 不需要付任何营运权利金嘛 所以这个至少可以减免 30.4而已嘛 所以这个等于是 非常大的一个状况 当时台北市帮你征地 然后帮你弄 然后帮你整地弄上去之后 就然权利金还是零 所以等于是这个东西 当然李树德是有问题啊 那目前为止是 只能追到李树德 因为李树德一间扛架嘛 所以目前他当然是 有相当大的问题嘛 那问题是 你看目前为止 远雄是这么开心 他获得这样一个案子 所以来说嘛 为什么大家都想要去 这个从中间呢 有一点点这个好处 因为盖下来的话 尤其是这种政府出钱的地 或是这种这个 整编之后 完全土地价值会变得不一样 好 所以小平 我看到这个大巨蛋 我真是火大 我从小在台北长大 那个地方就是 我从小生长的一个地方 刚刚讲啊 这个地方因为台北 是没有一个好的展览馆 这两年好的表演场 包括Blindpink 全部都跑到高雄去 台北眼巴巴 看人家在发展 人家看人家这个在弄 结果呢 那现在有个大巨蛋 你搞了半天 你搞了八年 你停了八年 你有什么增加什么的东西吗 没有 你有改变什么 没有 你就是耽误台北八年的时间 耽误台北八年的时间 你连该给我的台也没有 刚刚讲的 你就以为平白的VIP是那么漂亮的东西 你就给远兄去花了 台北市你有拿到什么好处吗 更可恶的是 我在看到说 中信想要买 中信想要花三百亿买 我看了这个新闻以后 我真的觉得 李树德的图利 是活该的 你应该要马上被抓进去关 你记不记得 要搞马英九 搞郝龙斌 他听出来了张英赛 然后就去告 后来就有官司了 重点是什么 他态度为什么改变 里面很多传闻 有下面的人拿钱 我不要讲谁 然后行情是几千万 那最后为什么 当初他把林周明叫来 我跟你讲 那个周明 你这个案子 你要用火星的标准 但他不能给他过 逃生避难 他就听了阿伯的 他就给他弄得很严 后来又把林周明叫来 你去 你把他改变 那个督省的内容 太严了 太严了 他为什么要放 为什么一边 放水 放水 为什么要放水 他一边打打谈谈 远雄跟他 后来变很好 好不好 真假的 当然 一边 一边都 他说 我跟你讲 包商很多都倒闭了 然后跟我们抗议 远雄我是不管他了 包商倒闭可怜了 那我们就 我们虽然停工 还是让他继续盖 一边让他继续盖 一边要求这个林周明 让他放松 变得很松 就跟营建署的标准一致 然后一开始 松进来标准 等于放得很松 前面都那么严 他为什么要放松 这个大家都可以值得 很深入地探讨 你知道 这个整个大巨蛋 大巨蛋哪有想 你们想那么简单 对 那后来又 后来又 不是 我本来还被说服说 搞不好你真的盖 大巨蛋是没有让他盖 大巨蛋是个赔本生意 大巨蛋很辛苦 结果我发现 你光是大巨蛋本体 你就可以卖三百亿了 后来他有没有做前客 传出来市府找谁 找那个什么 顾重量 找蔡明忠 要买这个买段 弄来弄去 然后也研议说 因为是不可以买 直接卖段的 因为大房东是我们 他说二房东 也要经过我们同意 他开始的时候 在柯文哲的任内 就开始传这些事情 他要放掉了 怎么样 然后他就可以直接卖掉 卖段远雄走人 这个都是很荒唐的事情 在公共工程 在合约上 这是不对的事情 甲方跟乙方 你知道吗 所以柯文哲的故事 实在太多了 台北市 现在就是一直查这个USB 这两天找了很多大老板 也都跟这个USB有关 也就是你的名字 你的数字出现在哪里面 你就要被剪掉抓去 去问一下 今天来的是林明群 在柯文哲 他有一个麻烦是 原来我们在讲 他的文华东方 当时做了一些调整 这个调整 也跟柯文哲有关 宝姐 这个USB里面 真的是宝库 搞不好会有很多 其他的案子会爆发 我跟你讲 为什么 这个文华东方 这个案子就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 宝贤 他出事的时间点 都是在2022年 你看金花城 也大概在这个时间点 他这个让他核准的时候 是在2022年的 5月的时间点 为什么这样说呢 原本的这个文华东方 他过去 他是真的可以都庚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以前是仲泰宾馆 他一盖了5、6、10年 所以都庚的时候 当时北市府只给他 只给他加25%的这个容积率 但是我有但书 就是说你的这个房子 就是包括说你的这个 包括你的这个 这个所谓房子的使用权 大型的会馆的使用权 很多我一年都可以使用 有固定的天数 但是事实上 当时他营运的很不好 从COVID-19之后 营运的很不好 他就说这样子 我在2025年的时候 因为我听说这个金花城的案子 他都可以这个有其他的方法 那我就说我在这个第八年之后 我说我们干脆把它结清一清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们台北市用了金额也不多 用了这个厂次也不多 那这样我们就把它结清掉 就因为他这个一共定15年 接下来还有7年的时间 那台北市政府就说 那这样好了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1.3亿 把它结清 结清之后你只要缴清这个 那我们两个就已经 没有象嵌 没有象嵌 好就这样子 那为什么 因为当初这个北市府等于是给他16亿的容积率 那结果没想到 最后你只有换1.3亿回来 当然你已经使用了8年了 加上1.3亿 这样看起来好像对林秘群非常好 那为什么找林秘群去 简单 因为林秘群就出现在USB里面 他有捐钱给这个柯文哲 那捐钱柯文哲的时候 减掉他知道 你这个到底是 你的钱是在哪里 有没有在那个捐款的这个账户里面 有出现你的名字 还是你用什么方法 还是你用私底下的钱交给他 所以我才说 这个搞不好会有其他的案子会爆发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林秘群 因为他有一个对价关系在这个地方 可能他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问题 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案子 就是什么 我跟他讲 这个案子也是非常非常的诡异 就是我一直跟他讲的 大指的这个所谓住宅 工业宅合法化 保健 那这个为什么我觉得 柯文哲可能会出事呢 我跟他讲 因为这个大指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过去都是工业宅 那工业宅的时候 柯文哲一样 他也在2022年的时候 2022年的3月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们就把他完全合法 哇 算了 在他要卸任的那一年 那他就说什么 你们以前的坪住 一坪你用5万块把它搅进就好 就这样就好 一坪5万块 你用50坪一坪5万块搅就好 保健 那这真的让他们获取暴利 因为工业宅他买的时候只有60万 但他生在一般的住宅的时候 他可以挑到120万以上 一倍 结果我就说 那就给他完全的特色 就工业宅就变成是住宅 一个人交一坪5万就好 那他当时的市府还说什么 不行不行 以前评估要16.18万 结果他居然用5万就把它清掉 那结果当时的政府就跟他说 你这样不对啊 你这样怎么行 他当时还跟我们的内政部杠上 但最后还是放行了 那为什么说这个案子会有 你说至少你应该补贴 回馈16.1万 对 5万就回了 对而且他还经过他5万 他16万之后还经过这个都审会 一降一降一降再降 降到最后还降到5万 所以他也是一样 有都审会通过 好那为什么说很诡异呢 宝贴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地主 叫什么 叫做陈春彤 陈春彤是梁茂建设的董事长 他出现 我们如果上次有印象的时候 有印象是什么时候呢 他出现在金华城的都审名单里面 所以他就是 董事彤一批人 所以上次有约谈他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一位 那你看这是什么时间点 都金华城的都审 刚好就在这个前一年的时间点 所以说他们这些人就是完全 就是一 就是一 我不能说一伙 他们都你仔细去爬出 他们居然都有关系 那为什么当初这些都审委会放过 放谁 因为接下来有另外案子要给你 所以说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诡异 这里面牵扯到的建商相当相当多 我觉得这个工业宅一放过的时候 大家全部身家都是跳 跳一倍 跳一倍 跳两倍 土地 以前从这个工业宅的用地 跳到商业宅的用地 对耶 这里面有多少 有多少人穿了多少 这才是柯文哲可能最大的必然会在这个地方 只是这里很难查 为什么 因为他这里面一定 他这个 所以我为什么说柯文哲的任内 跟很多建商都非常好 你看 他对金华城多好 他对这个文华东方可能是最差的一个 他对这些所谓工业材是多好 所以我才跟你讲 他的案子还很多很多 而且我来看一个就是 之前大使不是垮掉吗 对 以前如果你这个垮掉 你要去做这个所谓的鉴定 你要等于是政府跟民间同时做鉴定 对 他现在不用 你现在建商自己做鉴定 是 你就可以搞全责就自己 对 所以我就跟你说 他任内的时候对建商多好 所以才说他每天 常常都在跟建商高贝 所以才说 因为是被找到的时候 我觉得搞不好 接下来会有其他的案子会爆发 因为他可能领了 有拿很多人的钱 那这个钱我觉得检掉 大概也会差 你这个 你看为什么今天会出现林明群 因为他跟文华东方有关系 所以他里面还有 如果假设他里面还有非常多名词的时候 如果连接到这个的时候 我跟你讲 这又是一个大弊案 所以我才说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没完没了呢 我跟你讲 柯文哲绝对没完没了 因为他任内有太多太多跟建商的 这个 这个 真利益太大了 我跟他讲这随便一个利益 就还有人支持他 还有人挺贪腐 我就跟他讲 工业宅变成是一般的住宅 挺贪腐就算了 你根本没有人 小猫两三只 还敢跟我唱歌 对啊 不要脸 所以我就说 你看柯文哲做了多少事情 这个都是 你看他对建商 对财团 还有对特定的这个 所谓族群 真的都相当相当好 让他们空手套白 你看金华城从工业用地 变成商业用地 这个从工业宅变成是一般住宅 这个利益实在是大到我们无法想象 我再强调一遍 我跑了36年的记者 反贪腐一直是 台湾社会的最主流的价值 现在这个社会 居然有人敢挺贪腐 还挺得理直 不要脸 今天有媒体讲说 现在北线要开第二载场 要抓内鬼 因为 竟然很多的消息都已经提前泄露 包括橘子为什么可以先跑 原来橘子早就得到消息 而且现在才知道说 原来橘子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 在USB里面不是有一个1500小审吗 现在传在消息是 那1500就是橘子去拿的 实际上在USB里面 可能不止这个1500 就他们说的下午3点 还有300 还有好几个00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都是时间吗 还有两个数字的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橘子是不是先跑 我问你橘子在什么时候出境的 8月 在应小威 要从台中出境去香港的前一天 8月26号 就直接从这个 等于说机场出去了以后 直接到了日本 那么如果像民众党的立法院总召 黄国昌讲的橘子 徐子瑜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 怎么可能是帐房 然后另外一个说他去游学 对不对 我问你为什么不回来 台北到日本有那么远吗 台北到日本不是买一张机票 最快两个半小时就飞到了吗 而且现在已经找到了橘子 但橘子不肯回来 问题是其实台北立交署 已经透过管道有找到他 有联系上他 也在劝说他 你什么时候看过台北地监署 发的新闻感 那么那么的温柔啊 说橘子只是作证证人 然后呢已经联系上 请各位外界不要有过多的揣测嘛 可是问题是已经多久了 一个多礼拜了 一个多礼拜他还是没有回来嘛 你要回来 你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你又不是被告 你是证人 回来又不会把你收押禁件 直接押到这个台北看守所 女子监狱去 不会嘛 那你为什么不回来呢 你如果那么单纯的话 你为什么不回来呢 那事实上呢 从举止的事 今天媒体报道的 有关于在抓这个所谓的 这个泄密的事情啊 台北地监署 今天也有发一个澄清 意思就是说 这篇报道里面有很多内容 与事实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所以巴拉巴拉拉讲一堆啦 保健你知道吗 我突然间想起一件 放在我心里面 已经好几个月的一件事情 我终于联想到了 你记不记得 那么制瑶公司在10月7号不是解散吗 对 制瑶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 是什么时候 是四叉猫跑到台 那个台波公司去 二楼跟三楼有关于 那么包括这个 柯文哲的木可公司 还有他的民众 哪要搬来这个地方 在装潢 跑到那边看吗 突然间他的脸书 就出现一个名字 叫做制瑶公司 发现这个制瑶的名字 竟然是柯文哲的儿子 所以呢 我们才想到这个制瑶嘛 各位 8月9号的时候 陈佩琪在自己脸书 发了一篇 昨天晚上8月8号 看到先生铁青着一张脸 回家 你还记得这篇吗 这篇就是他说 本来 因为他想要去开个咖啡店 小草咖啡店 所以他是工人员 所以不能开 所以借别人的名字 其实他儿子的名字 10万块 然后呢 就弄了申请的一个 这个制瑶公司 后来各位 真的抱歉 我不知道这样有 违法疑虑 听先生说 好像有人去告发 我问各位 制瑶公司成立 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人去做刑事告发 没有吗 没有 包括刚刚在本节目 最喜欢去告发别人的 钟小平都没有 而且呢 当时觉得讶异的是 前一天 四叉猫才去提到制瑶 后一天突然间就听到 陈佩奇写说 听先生说 好像有人去告发 天哪 我们根本没有人知道 制瑶是怎么回事 我们只是猜说 制瑶会不是要取代MOOC 我们只是这样猜 他竟然说 听他的先生 客人在说 听说好像有人去告发 真的有人去告发吗 没有吗 还是 有人把这件事情 告诉了柯文哲 而柯文哲告诉了陈佩奇 只有这样 因为到现在为止 已经几个月过去 都没有人去提到这个事情 制瑶公司也在10月7号 突然间申请解散 各位最应该解散的不是MOOC吗 MOOC要解散的时候是在哪里 是在民众党的记者会上 民众党干部代为宣读MOOC公司要解散 现在还没解散 还没解散 最该解散的没有解散 然后不该解散的10月7号解散了 请问是谁跟陈佩奇讲 是谁跟柯文哲讲 有人在查制瑶公司 所以你一连起来就 好像真的有人偷偷的在告诉他 保洁我们都是60出头的人 你知道像我们这种60几岁的中老年人 有一个过 有一个习惯 我们不会自己在那边KUSB 是谁会帮你K 有一个人在帮你KUSB 但是这个USB我们就必须要随身攜带 那你知道柯文哲的USB跟我们用的USB不一样 它不一样 我们用的是100多块钱的USB 它用的是1300块 有可能你价格太低的话 有可能就有一天你就打不开了 1300块是比较高单高级货 所以它比较保固 你懂吗 所以事实上全部串起来就发现 好像有人在把关 那我问你如果橘子真的是因为橘子的朋友 跟民众党的这些人都已经有人在直播上面直接讲了 橘子就是帮柯文哲把关的人 要见柯文哲还是柯文哲要去扫街都要经过橘子 橘子不仅你要见柯文哲要拜托什么事情 要去帮忙胡雪要经过橘子之外 他连柯文哲扫街的时候要坐哪一辆车 他都要管 他的身份重要地位重要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各位我问你嘛如果合理的怀疑 那么橘子跟他那么的密切那么的亲密的话呢 柯文哲USB里面的很多东西是谁介入的 如果是他介入的 对 请问只有只有一份在那个柯文哲被搜出来的USB里面吗 还有没有原始党式的笔电 或是另外一个USB里面 因为按照检调传出来的消息是 他的手机他个人私人的讯息还有USB都是由橘子保管的 虽然台北地检署这个等于说否认说 否认说相关当事人啊 那么在这个检联单位呢开始进行监听了以后 电话就很少说东西 改用很多的网路的这个等于说相关的通讯器材啊 据我所知啊 我们国家的行政单位在掌握很多非行动电话的通讯 还是有一定的能力 而且这些收押的过程当中 还是包括有好几位都是用非行动电话的通讯工具进行联络 所以后来才被收押 所以呢 为什么他们事先可以知道 没有人告诉他们的话 请问橘子为什么可以事先飞机一搭就跑到日本 再也不回来了 我们跟阿伯今天从北索出来 已经没有之前的意气风霸的鬼名的傲徒徒 然后非常的沮丧 那想说阿伯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阿伯到底这个悲惨的命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说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导播就是这张照片 当阿伯开始的模仁样 以前一些阿伯 以前这个阿伯的时候 我的衬衫是乱的 我是高腰裤 我看起来就跟一般的平民老板已经差不多 可是当你开始要剪一个六七块的头发 开始你要挂橘子 开始你要定制西装的时候 阿伯不一样了 阿伯有开始悲惨了 不然不然当今天邝文哲不戴眼镜 然后一个眼神像是零肉分离一样 感觉我是谁我在哪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在想自己的悲惨命运和什么时候开始 就从某一个时刻 那个时刻叫做 当阿伯想要变成阿霞的时候 他的悲惨命运就已经注定完了 阿伯变阿霞 对 他动心起念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仔细看2018年的时候 阿伯重新的连任的时候选上 他穿什么高腰裤 我跟你讲裤子一定要穿得非常高 穿到肚脐 然后呢 皮带也是这样乱七八糟 而且特别是这个衬衫 我实在是不明 所以你仔细去看柯文哲2018年的衬衫 你很难找到一件是白色的 都是这种脏脏兮兮乱七八糟的颜色 不是 而且没有一个衬衫是烫平的 对 加上他的头发 都是皱的 他的头发跟衬衫在比赛 你知道比什么 比谁比较乱 头发很乱 衬衫也乱 然后眼镜就是这种 我们讲的 斯文晶四框眼镜 感觉是这种二十年前才买得到的 这才是大家印象熟悉的阿伯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设就是你去炸肉店 你去便利商店 你在路边你会看到一个阿伯 走过去拿着报纸 就是长这样嘛 但不对 到了2023年 到了后期的时候 阿伯心态转变了 保鲁哥你知道他想要体会什么吗 他想要体会 当阿霞的 当阿霞的感觉 他想要了解 他就做完贵了啦 有钱人的快乐 为什么铺石屋啊且枯燥 我好想懂 所以你看阿伯不一样了 开始头发穿一颗六千块 眼镜呢 之后也会再换 然后绑上啾啾 他的西装呢 开始是合身的 而且是韓版的 量身定做的 除了后面的垃圾袋之外 完美无缺 所以你知道吗 阿伯为什么会开始变这样子 他跟以前不一样 因为他的心态不同了 我现在要做好的 我是有钱人啊 我现在和我朋友都有钱人 我不能在井一夜行了 对 我不需要了 套一句柯文哲 你还记不记得他在记者会讲话 那句话是他的真心话 绝对对对真心 不是黄阿说 我跟你说啦 我现在也不用装钱了啦 我就买了起1.2亿的好载 我就是阿霞啦 不然是要怎样 所以你想想看喔 柯文哲从这次都开始 不是 而且我那时候听到什么 他说去替一个头发 替一个头发 六千块啦 对 而且保德哥 你讲到一个重点 我怕死 这个六千块的头发是哪里来的 就是各位这一颗 高级油头 对 就这颗头 没糖 就是六千块 完全就纯刀工六千块喔 对 而且向盖少爷的 不好意思 又是一个 黄珊珊完蛋 遇到黄珊珊之后 柯文哲的命运开始悲惨起来 因为他找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一个叫做Andy 就是Andy是谁介绍的 黄珊珊介绍的 因为黄珊珊跟这个设计师 认识非常久 他说不行啦 你看这是之前的柯文哲 你看黄珊珊在后面 还在监君 后来经过剪完头发 剪个六千块头发 阿伯真的就不一样了 对 阿伯就像 我现在有阿萨的感觉 为什么一颗头六千块 而且他有没有花钱 没有黄珊珊说 我的多年好友赞助 从头到尾全程在盯场 而且不只这样子 阿伯还换了什么 西装也换了 换成是谁 陈佩琪 我们当牛现在出来了 当牛不可以看房子而已 他不可以看房子而已 他不只会看房子 他会干嘛 他说我来拜托我老公 我要跳一个老字号西装 我们讲什么GOOZY ARMONEY 什么名牌很贵 没有这个更贵 量身定做 这是量身定做 这是KINSMAN 那种量身打造 我直接把柯文哲身形量出来 腿特别粗 因为特别有力 他把他这样 全身上下 打造的说我要3D立服 让衣服更服贴 黃三三更亲自介绍 他还亲自介绍 所以大家跟你讲 这个头发是黃三三介绍 搞了一个头要六千块 光是加头毛而已 就我现在说 你头毛是你加的 我马上找了一个老字号的西装帖 我找了一个总统 我记得裁缝日 我赶你整个裁缝 裁缝 裁缝不打仗 黃三三说 你老师傅裁缝 我马上找了一个时尚 新潮的西服店 用3D立体扫描 我来帮你阿伯 衣服更贴身 好学生 这是战争 对 好学生怎么变坏了 你知道吗 遇到坏同学 坏同学开始 我跟你讲 要穿这些下巴 你口还要看下来 要这么下巴 所以柯文哲你知道吗 黃三三开始跟他洗 不行 你不能那么怂 你要当有钱人了 你已经有钱了 你现在要变成有钱的样子 柯文哲 阿伯就瞬间变了 但最错误是什么 戴上这个妖魔的眼镜 这个眼镜有问题吧 当然 这个眼镜邪里邪气 我跟你讲 这是圆框眼镜 有什么大不了 没有 他叫做 冬条阴姬狂 各位冬条阴姬是谁 就是日本二战那时候说 要偷袭珍珠港 最后在战争罪 犯了重罪 被嚼死那个 你仔细看 这个有没有一模一样 小小的圆弧 圆圈圈的眼镜 然后是粗框 木直纹 就客户著 他就是戴上 冬条阴姬 对 所以他的下场秘语 变得跟冬条阴姬一样 那有人讲说 不对啦 他是跟徐志摩一样 换你讲徐志摩比较好吗 人家最近死亡了 不是啊 徐志摩哪有的穿着西洞饼 你对嘛 你都举这种不吉利的象征 所以他们讲说不对喔 特别是阿伯戴上这个眼镜 因为你想想看喔 过去的阿伯呢 2014年也好 2018年也好 都是这种我们讲的这个 公公松松的这种眼镜 那一样连选连任啊 突如其来之后 他开始想要当阿霞之后 保际哥戴上这个眼镜 他的悲惨命运 就一路到了现在 真的 但我跟你讲保际哥 人喔 开始衰了 不是只有衣服 不是只有打扮 你知道为什么吗 柯文哲不是说 这样子我就甘愿做阿霞 他后来办了什么 你还记不记得 演唱会 他演唱会 我现在搞懂了嘛 我们都现在在讲 他那个一来一去 一来一去的 演唱会那个几百万 你觉得他有到洗钱 有效用到演唱会吗 不要 他只要他演唱会干嘛 他坚持一定要唱喔 而且他认真准备喔 你有没有看他演唱会那天的衣服 诶 说话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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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就是这个 有没有 你看这个衬衫也是爬哩爬哩喔 你看那个头发 又是六千块的 对 他剪过头发才在这边表演的 而且你看啊 后面有什么 宰哥宰伴伴伴 他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嘛 就说做一个阿霞 我如果想要唱歌 我没去拿卡士 我没去KTV 我要办一个演唱会 哦 那我才会去拍嘛 待会在地底里讲说 他回来也就跟我讲 我有一个心愿 我的心愿就是要办演唱会 他是玩真的 柯文哲哥这代表你知道什么 他玩上瘾了 他欲望在膨胀 一般人有心愿 我想说我只想要开一台车 我想要买个房子 阿霞的心愿就是说 不是 我现在好的人 那我不用了 我的心愿是我要开市场演唱会 哪有人有这种心愿 所以柯文哲哥你懂吗 我现在终于看懂了 为什么柯文哲要办这个 宰歌宰舞 因为他特别喜欢去逃出演唱歌吧 但不过于他一定要办一场 不是 我其实如果觉得 他以前是那个阿霞的造型 一个高腰固 因为那个色彩永远烂烂的 我真的觉得 他那个时候蛮可爱的 没有 我把他开演唱会 我还要穿那个定制的西装 我很好奇 那这个到底是定制的西装 还是 黄珊珊那个3D立体的 当然是黄珊珊 把他找的 把他设计的 把柯文哲拿出这种品位 所以各位你要理解这个概念 以前柯文哲 为什么他唱歌 大家觉得很好笑 因为你公公爽松 偷偷的 只有一位阿伯 一个台北市长 然后这样很笨拙的样子 唱歌歌 大家觉得很害羞 很有趣 但柯文哲这一次 为什么那时候讲 演唱会是他民调开始下跌 开始滑铁路开始 因为大家开始发现 不对 阿伯变了 这不是我是三阿伯 我的阿伯 不是这样 这变作是好贏的人 这变作阿诗在唱歌 阿诗在开机 在唱歌 所以后来作为各位搞懂了 为什么票价要八千八 因为柯文哲希望自己 阿诗的美梦 可以一路发发发 好所以不懂 刚才讲的这两天 很多人讨论 阿伯怎么会绕到今天这个下场 有人讲那个演技有问题 你什么演技不搞 你干嘛搞一个 冬条阴音机的演技 有人讲不是冬条阴音机 那是徐志某 徐志某也让人家最近死亡了 好那重点来 他想说你这有演技的问题吗 没有啊 以前你是高腰裤 最喜欢嘲笑你就是 你有高腰裤 结果你的衬衫 永远是这样子弄弄的 你的鞋子永远是那个 有点聪聪的 结果你希望 变形男 他说原来 从阿伯变成阿详之后 你的悲惨命运就开始了 另外一个快乐的开始 我跟你讲 在美国再讲 美国国会山庄里面的三众议员 当参众议员有一个最终极的目标 三件事情 一个叫做money sex power 因为权力嘛 money就是他现在有了 很多钱嘛对不对 第二项是什么 sex 爬妹嘛 演唱会 我到今天才搞懂 为什么办演唱会 为什么 因为演唱会去爬嘛 就比较方便嘛 那个魅力无穷你知道吗 这个我不懂的东西嘛 我因为我一辈子 就是在媒体或是经商嘛 你知道 爬妹最方便是什么 歌手 歌手的感觉啊 这个 为什么这个 戴莉玲问她 刚跟她认识 问她说 那柯P你想我帮你办什么比较好 他说我要办演唱会 他说我跟你讲 他说他要干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money sex power 然后三件事情的第三个元素 叫做sex 第二个元素 就是本身的那个 美力 蓝性的魅力 蓝性的 这边 我不知道 蓝性的魅力 蓝性的魅力 我不会讲 就是有特殊的蓝性的魅力 为了他把美比较方便而已 他有一个幻想 这个幻想是属于 权力跟信誉 跟这个 跟金钱三位一提的幻想 好 其实当阿伯开始改变造型的时候 你是第一个提出警告的 你说 結果真的是 如你所预言的 而且 阿伯悲惨的命运 真的就从这一刻开始了吗 这个话题我第一个讲 而且我还去看了一下 2023年8月 他一换造型我就讲了 去年8月 对 那现在就已经10月 所以是一年多以前了 观众朋友其实 因为美丑喜好 这个其实基本上都很主观 那我要跟观众朋友讲的 因为刚刚雨萱 已经跟大家做了一些评评 你看一下 这是后来的柯文哲 然后原本的柯文哲 就是电视场这个 我特别挑那是2018年的 连任职业 为什么挑2018年连任职业 因为2018年的时候 谁知道他会赢 那个时候还有丁守中 对不对 然后韩国瑜在高中都赢了 但是我那时候 我记得保杰那天晚上开票 你在开票我到哪里 我撑到晚上10点半 我还讲他会赢3000 有没有 因为我就觉得 他那个态度跟那个时候的 FU是对的 就是这张 导播你把它拍细一点 他的腰间有一个什么东西 大的手机 其实他有两支 挂在那里 从以前当台大的建设医师 就是挂在那边 挂的手机 为什么 随时ICU要call回去 随时接电话 然后他住在这个中正区 为什么 我随时骑脚车 扮要去顾病人 看夜客膜 然后我的头发随时乱乱的 因为我这一次 我没有时间顾头发 没有时间 没时间 然后如果你靠近一点 看柯文哲 就是他眼镜就是 连眼镜上面 他可能都有些指纹乌乌的 把握器 然后还有 身上一定要有一支笔 你去看喔 随时都一定有 我不要给你乱抢 我们当电视台记得都要非常细 一定有一支笔 挂在身上 有时候插在这边 橫的 有时候有没有看到 这是竞选连任之夜 是不是关键的 他有一个皮带 皮带要又老又大又怂又高腰 这就是柯文哲 观众朋友 我现在不是跟你开玩笑 我们现在把柯文哲的金华城 跟他真的先抛开 我们现在就讲这个 整个政治人物的人设 他的人设就是什么 就是隔壁的阿伯 为什么他叫阿伯 他是隔壁的阿伯 你会叫郭台铭叫阿伯嗎 不会 不是大老板 我会叫爸爸 你也不会叫沈庆金 你也不会叫沈庆金叫阿伯 你也不会叫贾博斯 你也不会叫主客 我都不会 就是阿伯 为什么 因为我突然要上学了 我到楼下的时候 隔壁阿伯下来以后 我骑脚踏车 我是高中生 他也骑脚踏车 我坐公车 以前我20上高中 每天坐20度 真的就跟柯文哲一起搭公车 所以你的人设是这样 搭公车 骑脚踏车 然后你的造型是这样 表示什么 你全心全意的 为台北市民 我没有时间管什么造型 吃饭很快 几分钟 这些都是铺排 就是这个人 情政爱民爱乡土 他没有在搞这些别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 因为2018年其实是惊险的 民进党派了姚文志 但他惊险过关 那我常常讲一个例子 我相信官朋友能懂 都已经连撞到北风北的 没有人跑去上厕所 还换内裤的啦 我就在孙阿 我的造型 2014年是不是这个造型 这个造型 2014这个造型 然后2018是不是这个造型 是这个造型 所以两次选举 尤其2018非常惊险 你都还是赢了以后 你的人设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要改 那现在看起来是黄珊叫他改 因为黄珊大于剪头发 然后剪了头发 黄珊叫他改的 对啊 黄珊 因为黄珊自己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亂讲 他自己有上广播节目讲说 他觉得应该要改变造型 然后要给他弄头发 好 那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黄珊这种事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呢 不是 所以我们评论员 就讲我们评论 当然也会被攻击 但我的看法很明确 他已经这个造型 连续赢两次 而且台北市长 然后也成立政党以后 准备迈向2024的总统大陆了 你突然给他来一个整个大逆转 本来我是一个武生 突然变成是 对不对 变成是文弱书生 就不对了 你书生以后你让他拿盾牌 他还打不赢的 但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保杰克 台湾政治路最怕的就是什么 是500块便当 穿平鞋高档踏不进水 对不对 那你本来已经是那个状态了 连战当时惨就惨在那里 他的500块便当 然后被讲到 开始臭掉 另外就跟他讲的 穿一个好的皮鞋 当时宋楚瑜 那个水已经到他腰身了 他穿了一个 那个所谓的青蛙装 然后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动作 又脱回来 皮鞋太高档了 就踩不下去 踩不下去 就没票嘛 所以柯文哲原本的人设 他的政治人物的形象 是跟你我一样 是住在隔壁的阿贝 那些政客都是高档的 然后开黑头车 拿到叉丝人肉 阿贝如果这样 他为什么要变阿夏 还是阿夏 才是他的身心的终极愿望 他就是要做阿夏 他可能在那段时间 第一个可能被 应该不是可能 他被黄珊说服 被黄珊说服 叫你去改造型 然后刚刚我们放一个影片 倒不论如果还在 就要放影片 去做西装的时候 他最大的一个跟你我不同 我也没有在腰间掛那个 掛那个手机 那个西装师傅第一个就跟他讲说 这要拿掉啦 拿掉就不要了 然后穿这个西装 他就已经不是你我的状态了 他那个西装 比我现在连上新部穿的 都还更高级 我这个西装一件才1000块 他去做西装多少钱 第二个他剪头发 寶杰克车重点来了 这里牵涉到他没有警觉 他的失败从这边开始 他剪6000块的头 这件事情 你知道后来怎么更多 在论述吗 因为我是觉得不好看 就不应该这样改 因为加上眼睛不好看 但是不管好不好看 6000块 6000块 我去剪头发 150他去剪头发 6000块 那我也只说这样不好 你剪150 150 对 到现在还是150 好 观众朋友 6000块讲完以后他讲说 反正你没付钱 老公 在那里讲违汉 150的头发 我真是剪150 这不会骗人的 但是6000块的头发剪完以后 他的回答是说 因为是黄山的朋友说没付钱 这不是重点 宝杰克 不是 他的重点在这里 你说你第一次没付钱 那他背后后来 为什么发型都这样子 难道你每次都不用付钱吗 不是啦 对啦 老公 你讲这没错 我现在要跟大家讲说 当你已经做那样的消费 比如说 连赞吃500块便当 也不是他自己去付钱 他当个行政院长 他让副总统吃那个钱 也是公务预算 可是你吃了那样的东西 你的生活 跟一般的庶民不同 就拉开距离的 你的造型 你的西装 你的眼镜 你的6000块头 跟一般的庶民拉开距离 让他原本最强的富人流失 他居然没有惊觉 如果他有一天 去参加一个什么晚宴走红地毯 就一个晚上而已 我觉得是加分的 因为很惊艳嘛 阿B也没有每天穿的内裤 在台北市 晃来晃去啊 可是他那时候 麦克尔先生跟宋奇利 他就一天就好了 如果你是一天就算了 可是你后来 在总统大人期间 都这样 你改变成这样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对来讲 并不是加分 那当然这个事后在讲 我事前有发现 后来看起来 当他换了造型以后 他的运势 的确没有变得更好 现在去确定 橘子的重要性的时候 是用这一张照片是 原来柯文哲 把所有人都摆开了 所有人都摆开以后 他只有两个随乎跟着 然后呢就只有橘子 去见谁 张静元 他说是把吹哨子联盟的 这个负责人 他到底有多重要 为什么见他 橘子会跟着 那这个东西 又跟黄国昌有关系 不 这个橘子跟着去的地方 99.9%都是去拿钱 没有钱要去干嘛 对不对 张静元本来就是一个金主 张静元是黄国昌的金主 也是这个求征民调的投资者 也是民报的投资者 他是求征民调的 求征民调 然后这个民报也是他投资的 他 我们叫他 我跟他算是熟朋友 你跟他也是 对啦 他以前在银行界 他英文名叫Michael 我们跟他很熟了 黄国昌跟张静元 黄国昌是一个会 赛于经营财富的立委 那我觉得这个新闻 现在慢慢出来 今天这个新闻出来的目的 是靖州刊 要修理黄国昌 那跟检调无关 这是修理黄国昌的 修理黄国昌 这不是检调的新闻 这把橘子抖出 利用橘子的新闻 干到这个张静元 然后修理黄国昌嘛 因为他是黄国昌的金主 对 因为先打金主比较准嘛 而且这个是他去了小三的 他有三个女朋友嘛 他是第三个女朋友家里面 张静元的健康情况非常好嘛 你知道我看起来是这样子 因为我很多人没有跟他见面 对 我上次见面好像在立法院 见过他一次 所以我们中间有很多 共同的好朋友 那我认为他是在民众党内 跟科病人欣赏他 他有国外留学啊 然后他 当时他们要讲说搞什么 什么军管会主委啊 他就是人选 他就是他被永丰金开除的人嘛 他跟永丰金现在诉讼 因为他把永丰金在美国的一个分行 一个银行把它卖掉 那永丰银行告他 说他贱卖 所以他会去卖银行的人 他是一个这方面 这个金融法规非常熟 而财力也很雄厚 那负责他目前呢 就是在支持这个黄国昌 跟这个求政民调 那这些就是我认为 我用这个曝光以后 周刊的目的是希望检调 去查Michael跟黄国昌 宇倩 现在媒体独家报道 现在北检要开辟第二战线 这个第二战线就是要抓内鬼 因为你这个战线如果不开 你这个内鬼持续存在的话 柯文哲就有源源不断的资讯进来 现在北检或者今天检联检调 你到底办到什么程度 你到底掌握什么证据 甚至哪些人会牵连在内 他都可以 比如说老神在在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案子就会踢到铁板 难道办内鬼这么宗教 而且真的有内鬼存在 当然有内鬼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早就告诉你说 哎呀我跟你讲啦 土利 对啊 土利罪啊 但是怎样啊 你又没有找到我金流 代表说他清楚知道 检调即将用土利罪 他清楚知道说 你到目前征办到什么季度 你根本没找到我金流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 你会发现 恍然大悟 原来柯文哲不是陈末的羔羊 他也不是天才 他也不是人猛 保险跟你扎什么 他什么 做壁仔 偷看别人的牌 他看到考卷了 对 他从头到尾 就一直偷看检调牌嘛 来第一时间点 为什么会要讲 因为检调牌就说怪了 那个时候我们原本要干嘛 要监听应小微 对不对 就把那个监听设备都已经申请完了 就申请完之后 没有想到应小微 才监听不到一天两天 马上跟沈靖靖说 我们换个通讯软体 不讲电话了 对 因为他们老人家 习惯都是用电话 你知道吗 但他说没有 我们现在用比如说用Line 甚至Line不安全 用WhatsApp 然后甚至用什么 用Telegram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因为按照现行的技术 监听的确可以直接听到 但你如果转换成通讯软体 他要掉 他能掉到什么 只能掉到对话记录 要监听非常的麻烦 所以他们直接转换了嘛 但是说雨萱 可这只有一件事情 所以你说 殷小微早就被盯上了 那殷小微盯上了以后 他们北检 其实在四五月的时候 已经开始挂线了 可是当你线一挂上 殷小微跟沈庆金 两个人就从讲电话 变成写讯席了 对 保险哥 应该是说用讯席来打电话 才不是写讯席 因为写讯席到时候 手机如果交到检方那边 还是会被查嘛 我打电话之后 是不是你只看到一个通话机 我们最后就死无对证 那检方就觉得奇怪 我们才刚挂完线的时候 马上这样 他说好没关系 那我们去搜索 我们去抓人 结果没有想到 当要去搜索去抓人的时候 发生什么状况 跑了 对 跑掉 第一个叫谁 第一个叫橘子 橘子给他顺利的 一稀里呼噜的 马上溜出境外 结果应小微发生什么事情 应小微是被张到 各位怎么被张到你知道吗 肯定是有人通过报信 跟应小微讲说 检调可能会在九月份的 一号二号或者是三号 进行扶小攻击 所以你趁这之前 赶快浪杆 可是在这个时候 警调已经在干嘛 全程警定应小微 结果他们发现一个 细思极种状况 他竟然 我们才刚专案计划 讨论好说 要去逮他而已 马上买机票 机票就买了 然后人准备出国了 对 所以最后整个行动 才会提前曝光嘛 但是许子余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原来应小微 当时买了机票 买了机票要去中国 而且他不要在台中 水南机场上飞机 这个检调当时在监控当中 检调在监控的时候 知道你买了机票 检调知道你跑到了水南机场 才把他给抓起来的 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应小微 其实在六月份的时候 就去过一次加拿大 但是那时候检调想说 不行 我们还在搜证 因为我们刚才讲 五月才开始监听嘛 暗兵不动 反正呢我相信 你现在这状况 还未明朗状下 你也敌不动 我不动啊 你会回来 就回来之后呢 他们当然八月份的时候 看到他要再出国的时候 当然很紧急 这时候要去逮他的时候 没想到发现 欸不对 你机票提前去买了 所以我只能干嘛 提前启动 对 提前 但是徐子瑜有没有跑掉 有 所以等到应小微准备要反应的时候 被忽啊 检调还是要说大事不妙 马上去抄 所以你看这些状况下 证明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 检调办案进度在哪里 所有的动作 通通都在柯文哲的脸皮底下 有人通风报信 而且你说 你把整个柯文哲的反应 柯文哲所有的动作 整个爬出 你做个整理 你说原来柯文哲的转变时间 不是剪掉送进去 而是在郑文燦7月5号 他在这个所谓的机场被留置 7月6号要提出了 收压境界的东西的时候 柯文哲的动作 才做了非常大的转变 因为如果你从郑文燦 被收压境界之前 你看柯文哲的动作 柯文哲的动作一直说 来 来谈 我们在立法院一直等着你 赖清德来谈 但你赖清德都没有来谈 他在讲说我们都可以合作 我们跟谁都可以合作 我们看到在7月 郑文燦被抓到之前 他干嘛 他老婆去看房子 他去买上半 可是整个猪羊变色 是在郑文燦被收压境界之后 也就是柯文哲的第一个讯号 是郑文燦被收压境界 但是这个时刻 刚刚讲到的 资料还是不断的进来 保安哥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理由很简单 想想看 柯文哲从我们讲 选举完1月13号到现在 在7月11号 也就是郑文燦被抓之前 这个时间点 他对赖清德的态度是什么 非常非常友善 理由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原本老生在带说 哎呀不用怕啦 你也没跟我捏啊 对吗 我心里面就一个想法 你一定需要我这巴西嘛 对不对 你没有我这巴西 你怎么民进党怎么搞 你就是需要我 你不会来动我的啦 他原本心有定见 而且加上朝中有人 结果没想到 郑文燦被扮演之后 保安哥那时候我们讲说 证明了一件事情 你知道证明了什么事情吗 什么事 证明了蔡英文 连郑文燦保都保不住嘛 所以如果蔡英文 你当时如果你想要保 柯文哲 你也保不住了 讲白了 如果郑文燦 这个民进党新潮流的龙头 前朝所留下来的种种的累积跟贡业 都保不住他的话 你柯文哲算什么东西 所以从这个时候 柯文哲才自乱阵脚 开始什么人讲 乱七八糟 乱讲一通嘛 但你想想看喔 在这个时间点 7月11号之前 保安哥来我一个数研厅 6月份的时候 请问一下柯文哲在干嘛 不好意思 还在报假发票 还在坐上 你记不记得 他没在怕的 对 那就5月份的时候在干嘛 晚饭休息 我去看豪宅小宅 就我们家附近啊 全部林森北林森南那边啊 对不对 还在买房子 所以你的意思说 柯文哲乱爆账 乱爆账的原因在于 他非常笃地 我就算这个账随便乱爆 我就算这个账对不起来 我也不会怎么样 可是没有想到 那会变成他的死穴 那就扣死吧 扣死 扣死吧 然后我成立治疗公司 然后我在那边搞信托庄务 然后我在那边搞一些有的没的 全部都在同一时间 5月份 欸你是在干啥 就要搞懂了吗 因为他没在怕 他心里想说反正没关系啊 在新的商量我也一样啊 因为我们讲的 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犯罪集团 是胡官堡犯罪集团 就是把吴丁 吴东亮绑架的那个集团 他们当时就讲喔 这个钱放了以后 两年不准给我动 两年不准弄 后来是一个小虎 晚上就喝花酒 讲出来了 把钱花掉了 这件事情才整个病康 欸 连 胡官堡犯罪集团 都只要放两年 你马上就拿去花了 看完整就是那个小虎 而且是有事无恐的小虎 根本没在怕 我的姓再贡 反正来 2023年12月 这时候还在选举 你看他讲什么 他清清楚楚 他说 应该会吧 賴清德司法来对付我 让我一直跑法院 但是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 来喔 那时候是问他说 会不会怕被清算 他说没干什么 坏事这句话不是重点 他说 我会一直跑法院 代表他心有定见嘛 就说就算你一直让我去 你拿我不能怎样 你不会成案吧 你也拿我没办法 而且他最后跟你讲 为什么你拿我没办法 来 2024年3月直接秀鸡肉给你看 他就说去到总统见蔡英文 他跟蔡英文说什么 我把萧草还给你 你把国家送给我 对不对 柯文哲把萧草给他 蔡英文把台湾给他 所以他这在干嘛 我有抹手 我有抹手 没有你怕嘛 现在的总统都拿我打嘛 对吧 我是在在怕啥 所以你看 连他太太那时候 其实这句话不讲话 事情根本不会烧那么快 你现在回去看 你就知道陈沛起有多消伤 对啊 三四个月了吧 我已经看很久了啊 那我那时候就忧郁症啊 没事做啊 所以晚风吹拂啊 我去看房子 现在保德哥理解了 什么叫做看房子 我后来搞懂 如果陈沛起没有买的话 以他跟柯文哲的个性 四千三百万 那是元凤丽远提报哦 否则他会交代吗 不会 所以他所谓的看 我高度怀疑 所谓的看 买了 真的买了 他才叫做看房子 而且你刚刚讲的 这个嚣张不是只有柯文哲的嚣张 不是只有陈沛起的嚣张 当时沈清津也非常嚣张 有时候在提报新华城案子的时候 沈清津也在告他 沈清津当时也是觉得没事啊 对 为什么 理论上来讲 你如果说是犯罪嫌疑人 你如果说是被告 你才不敢乱打官司 你这时候跑去告别人 搞不好检方刚好拿这个机会去 我们讲的 审问你 讯问你 他就是什么 照告 结果告了苏惠之后 有没有讯问 有没有审问 有 而且发生 所以你仔细回顧他 爬出整个过程当中 柯文哲在最后第一时间 郑文哲5号的时候 他还在那边幸灾了 后说没什么大不了 结果等到他被羁押之后 才发现大事大事 好 吴总 你上面去讲说 你严重怀疑 这中间一定有泄密封 柯文哲不敢这样子老神在在 而且他非对整个检调单位的东西 很多状况 瞭如之上 今天马上就传出来消息了 北显说我要开闭第二战场 因为我要装内鬼 如果这个内鬼不抓出来的话 消息还是源源不断的 到了柯文哲正义 这个案子就不用办了 内鬼当然是一定有 因为当时你要看那个严格 刚刚宇轩讲得很好 从头到尾 他从柯文哲跟蔡英文的接触 第一个点开始 到他们推出所谓的 游习坤跟黄珊珊配 这都是真实的政治操作 一直到最后破局了以后 你看到注意到 柯文哲不断地跟奈清德喊话 对 来谈 我都等着你来谈 那你认为只有喊话吗 当然有去接触 对嘛 所以关键是有中间 跟赖清德接触 他老神在在地有 是在那个特别的密使的接触 所以那个接触的密使的话 当然就是跟赖有特别的关系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核心 只有柯文哲 只有柯文哲被那个密使骗了 那才是关键问题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但问题是这个举止这个事情 为什么重要 为什么把举止一定要放掉 我在礼拜六 礼拜天的时候 我透过我的管道 我去打听到一个千真万确的消息 你打听到什么消息 我现在很简单 上个礼拜所有谈的大咖 包括南部的陈董 包括王立宁董事长 包括今天谈的林敏群董事长 这些人全部是出自于USB的名单 没有漏掉一个 有名字 有金额 对 全部清清楚楚 都是USB上的名单 全部都是100% 好了 那个问题来了 那我们就回来 小沈那个1500万是确实 绝对是金额 那没有问题的 1500万 好 那1500万是谁拿的 谁 你就去哪了 到哪去了 所以为什么举止重要嘛 对 为什么一定要柯文哲 叫他跑的原因在这里嘛 因为知道这个消息的东西 对 就是柯文哲知道嘛 举止知道嘛 所以那你知道 日本什么时候开学你知道吧 十月啊 十月份开学耶 他现在跑去流什么学啊 他现在跑路去等流 你这八月就跑了 跑掉了嘛 那谁告诉他 当然是内线告诉他嘛 那你知道这个不能流啊 这个流他完蛋了嘛 柯文哲知道嘛 那这个1500万的东西 如果是举止拿的 跟小省拿的钱 那这个已经给了柯文哲了 那柯文哲还怎么好谈的呢 包括今天 今天的林命群啊 林命群是东方文华的董事长 对 东方文华本身跟台北市政府 有一个利益相关的合约嘛 这个也有 那个合约他把他 他把他这个柯文哲把他废掉了啊 就是土力了 这就是他 本来东方文华应该要回馈 给台北市政府的一个 房间的一个优惠 跟一个时间段 会议机房间都要给市政府用 结果他通通把他废掉了 他全部把他解除了 他把他全部豁免掉了嘛 那豁免掉了 那价值多少钱 所以如果 那我 我认识 我当然对这个林 林命群统市长 我当然认识他啦 以他的作风来讲的话 他应该不会用银行贵款 他是非常内行的人 那我们在外面叫小林小林 小时候叫小林 现在已经老林了嘛 那这个小林一定是非常精明的 用现金处理掉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又跑出来了嘛 如果这个涉及到 危害到台北市政府的利益的话 又是一个倘务制度条例跑出来 所以他把他这个家伙每天在搞钱啊 也就是他讲 你今天叫东方文华 给这个台北市政府1.3亿 可是 你后面要付十几亿的这个代价 就不用了 所以你看到没有 他后面 这个所以检查官现在怎么搞 你知道吧 检查官是一天约一个 一天约两个 一个月 一个礼拜约三个 都给你没完没了嘛 他总共多少人给他汇款 他自己登记的吧 18万 18万 他都搞到完 我跟他搞到完要压多久啊 要压好几年啊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讲的 第一个今天的问题是说 最明确的 橘子怎么跑掉 橘子当然是内线就要跑的嘛 你刚才讲一个重点 日本十月开月 你八月就跑了 八月跑 为什么跑得掉 而且你要注意 当时这个谁 当时这个 印小微跑的时候 不是禁管 是禁管通知 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 我现在反过来问北检一个问题 橘子有没有禁管通知 橘子可能是禁管通知 然后检察官同意他 让他走的 放走了 那更恶劣啊 那不是跟小明一样 就跟小明一样 禁管通知啊 打电话去询问检察官 检察官没有关系 就让他走 如果是这种跑的话 那就更恶劣啊 对不对 因为橘子这个人 不可能不划线啊 对 橘子不可能没有事情嘛 因为太密切了嘛 你说外面的人不懂 检掉不可能不懂 对 检掉当然早就知道 正风早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今天要 我在这边今天提出这个问题 橘子当天 跑掉的当天 通过今天台湾的海关的时候 对 有没有 有没有助记要求 要打电话 询问北检得到检察官同意 如果有 你让他跑掉 那这个检察官 我们就要把它揪出来 非常简单的事情嘛 如果没有 为什么没有禁管通知 对 但前面也没有挂线 对不对 这些事情 未来的起诉书 都会跟我们讲清楚 这个北检在这个环节上面 当然有重大缺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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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